我先來跟大家來解釋一下 現在行政長蘇貞昌 他昨天上午他怎麼說 他說要召開這個擴大防疫的會議 因為現在呢 這個國內的疫情已經開始趨緩 平緩下來 很多地方政府呢 就陸續有多日零確診的佳績 所以這建議指揮中心 以防疫為前提沒錯 那麼也要適度鬆綁二景警戒下的一些管制措施 指揮官陳日中就表示說 目前呢 這個疫情還在控制當中 未來也會找出一些潛在的感染源頭 持續來做疫調 跟高風險的民眾做接觸 並且趕快進行隔離 另外有針對新北禁止飲食 內用的這個部分 要持續到9月15號 市長好儀就說了 以目前的疫情的確朝上好的方向 會是疫情的發展 但是他還是強調 今年中秋節烤肉的部分 他還是禁止的是沒有開放的 那麼我們就要來看到在南韓 南韓上個禮拜每日平均新增1234例的確診數 一直創下新高 而當局就認為說 中秋節的廉價 大量民眾會移動 那麼這就是關鍵了 也會決定未來南韓疫情的走向 這算是一個風水嶺 所以他們就有呼籲了 他們的國民啊 今年的中秋節 拜託可以待在家裡頭 儘量待在家 遵守防疫的規範 好繼續來看到的是 昨天有新增兩例的本土 分別是台北市松山某國中的 家戶接觸者 以及新北市 幼兒園的 接觸者家人 那麼蘇奎就表示說 整體的 疫情 他的確 有算是一個樂觀的趨勢 逐漸呢 其實他在有這個鬆綁的趨勢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問題是 台北市長柯文哲就不這麼認為 他就炮轟粗魁說 我不懂你在說什麼啦 因為呢 他說現在疫情還是很嚴峻 第二劑的疫苗覆蓋率不夠 中秋節又要到了 那麼雙北有沒有可能 會有一些病毒趁吸而入 有機會 所以他現在還不想要鬆綁政策 台灣13號新增兩例 本土三例境外 但沒有死亡病例 其中本土個案 新北桃園各一例 分別是北市松山某國中的 家戶接觸者 以及新北幼兒園的 接觸家人 目前幼兒園染疫事件 共匡列三千五百零五人 其中兩千五百六十二人居家隔離 三千兩百三十三人 採檢陰性陽性二十五人 行政院長蘇貞昌上午照 開闊大防疫會議 建議指揮中心 考量國人生活便利及民眾生計 朝向人性化及易執行的方向 適度鬆綁二級警戒下的管制措施 指揮中心也跟著宣布 開放國人外籍配偶 以及未成年子女入境 三外國籍以外也一體適用在中港澳的部分 而目前國人最關注的中秋節烤肉 究竟是否鬆綁 台北市仍然堅持河濱公園禁止烤肉 如果要舉辦中秋連環活動 維持市內八十人戶外三百人的規定 我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防疫跟民生經濟取一個平衡 第二劑很低 才四趴而已 疫苗覆蓋率不足 擔心疫情會有變數 新北市餐廳禁止內容到九月十五號 會再觀察 但是中秋節烤肉雙北同調 目前全南縣市幾乎還是禁止戶外烤肉 只有離島澎湖金門連江佔無影響 畢竟防疫當前誰都不敢情舉妄動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